4月26日,2018-2019最美地铁站评选,入围作品展开幕式及颁奖典礼,在上海美术学院隆重举行。 此次活动由装饰杂志、公共艺术杂志和上海市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主办,本次评选的评委会专家、主办方代表、参战代表以及上海美术学院的师生出席了开幕式与颁奖典礼。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,中国轨道建设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,越来越多城市拥有地铁,为人们出行提供极大便利,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首要选择。 据统计,目前全国有35个城市建成了地铁轨道交通系统,还有约50个城市正在建设中。 地铁在飞速发展的同时,正在有功能地铁向人文艺术地铁转化,地铁空间设计,是否能够满足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综合需求等问题,都成为当下值得讨论的话题。 中国美术家协会,平面设计艺术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副会长赵健,代表本次评委会进行了致辞,并宣布了十大最美地铁站奖的归属。 在致辞环节之后,嘉宾评委因因宣布了四个专项奖,以及最受公众欢迎奖的归属,作为奖项获奖作品进行颁奖表彰。